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蒋家的一些事情 但是大家注意哦 最近大家关注蒋家的最重要焦点在谁呢 就是蒋友钦了 23岁的蒋友钦 他现在在台湾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曾祖父蒋中正 可是黄埔军校的创办人呢 另外呢也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一辈子当军人的蒋中正 为什么到了他的曾孙蒋友钦 他23岁 常上健身房 身体非常的健壮 但为什么没有当兵呢 我们今天就会来揭秘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一刚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一刚好各位晚安 文史工作者翁灿耀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郑佩芬 主持人好大家好 环球科技大学教授欧崇敬 大晚安 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告诉你 为什么到了蒋家的第四代 没有跟他的曾祖父一样去从军呢 为什么他连我们该服的义务艺的兵役都没有当呢 对啊 蒋友钦出现的时候 大家一看最印象深刻就是那好大的眼睛 对不对 一直看着瞪着记者们 对 但是大家有注意到吗 他的身体其实很好 是啊 他常上健身房 而且常常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拳击 所以说 这身体这么好 又二十三岁了 怎么从没听见他当兵的事情 出华民国的国民 正常的男生都应该要服兵役啊 对啊 他是什么 有特权吗 连家小孩都要当 为什么他到现在没有入伍呢 好 一看 哎呀 持有加拿大护照 加拿大出身的 我跟你讲 你一直说他加拿大人 对 那他是加拿大人吗 等一下 他也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一样持台湾的护照啊 所以你意思说他是双重国籍 所以就可以不用当兵吗 所以难道双重国籍就不用当兵吗 好 立冈 我来告诉你 其实内政部的议政署 有明确的说明 来看 海外留学生及侨民兵役问题的说明 在台湾什么样的男孩子要当兵 你知道吗 由于我国人采征兵制度 依照宪法的规定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哇 中华民国国籍 中华民国国籍 你有没有 你已有 而且设有户籍的逸林男子 依法都有扶兵役的义务 所以说具有双重国籍的逸林男子 在台湾仍然具有扶兵役的义务 在外留学生返国服兵役 有没有优待呢 完全没有优待 所以立冈我们现在马上把它划掉 他是男性侨民 而不必服兵役 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 好 我们再来讲 有些男孩子研究所嘛 到了23岁24岁 还要念研究所对不对 念两年才能毕业 那也要念完研究所再当中吗 对 那所以说 你可能是因为念研究所吗 对不起 他老兄早就没念书了 马上就可以划掉 再来他有没有可能 就要结婚了 要生小孩了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他现在只有女朋友 所以不可能 那最有可能是说 他不是故意逃的 有可能我们最近不是裁军吗 对不对 我们裁军兵员不需要那么多了嘛 可能塞车嘛 对不对 塞车 塞车 所以你要等 等的兵丹 我跟你讲 等兵丹最多给你等一年 对 18岁到现在 已经五年的时间 等兵丹等了五年 因为塞车吗 中华民国绝无此力 他不可能等五年 还当不了兵 所以这马上 也可以划掉了 好 这有一点 那剩下最后一点 剩下这一点 糟糕了 这个是谁 这指的是乔民 这指的是乔民 谁呢 居住未满183天 好来 我给各位看一个 乔民身份的一男 缓征规定 你具有乔民身份 对不对 你在民国73年 自以后出生的 男性乔民 就是蒋有钦 蒋有钦就是73年以后出生的 每年在台拘留的时间 没有超过183天 就不用当兵 可是 如果你拘留超过183天 记录已经有两次的 马上发兵单 这样立冈你就完全了解了吧 强制征召 代表说 所以也就是说 待了超过半年的人 就得要服兵役了 没有错 所以说你就晓得说 只要你有两次 干嘛 待了超过183天 记录马上查得出来 你马上就要当兵 所以这一点 也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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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立冈 那都完全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那怎么到现在 你凭什么不用当兵呢 好立冈 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因为我跟你讲 对于侨明身份 一难缓征 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也就是 如果你在国内投资 投资 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者 你具有侨明的一难身份 不受拘留时间的限制 可以不受拘留时间限制 有1000万元 可以 最重要是最后面这一句 可以持续申请缓征到厨艺 可以一直申请到厨艺的年龄 好 我们现在推回来 你看你还记不记得 他在干嘛 坐計程车回家的时候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对 还跟大楼管理人借钱 对不对 才有办法付账 后来交保的时候 8万块 也是老妈租的钱 我们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 他根本就是个妈保 身上根本就没有钱 所以请问一下 他是不是 就像我们这一条呢 在国内投资现代币 1000万元以上 然后你知道怎么样 他登记为某个公司 对不对 去经济部商业师登记之后 对不对 再拿到哪里 兵役单位去 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 或者是我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我跟你讲就可以不用当兵 等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蒋友钦的妈妈 可能拿出了1000万元以上 可能会 让他变成股东 或者是公司负责人 你可以年复一年这样干 要不然蒋友钦 正常来说23岁 早就该当兵了嘛 谁拿得出1000万呢 谁拿出1000万 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 可以每年这样干 一直到什么 一直申请缓证缓证缓证 缓证到你36岁除一 好立刚 只有他这样子吗 不只吗 他有两个兄长忘了吗 蒋友伯跟蒋友常 有听过当兵的消息吗 他们有没有答案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我们都合理怀疑 蒋友伯 蒋友常 难道不是蒋方质疑 用一样 沿用一样的规定 用这样的缓针 然后一直到36岁 都可以不用当兵 所以立刚 你现在就晓得 原来西校出在这里 天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当年黄埔军校的创办人 叫做蒋中正 曾孙是蒋中正 但是呢 到了第四代的时候 全部都不用当兵 为什么不用当兵呢 真的这么多的钱 可以让他们都变成 公司的负责人吗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蒋友伯 蒋友常跟蒋友亲 他们的妈妈 真的很厉害哦 一个兄弟要1000万 三个兄弟要3000万 这代表着说 这蒋方质疑 拥有3000万以上的财产 所以三个儿子 都不用当兵吗 立刚你这样讲 好像你觉得很难一样 3000万 很难啊 我说真的啊 依照外界对蒋方质疑 财产的推算 人家财力雄后 1000万替蒋友亲 开个投资公司 那算什么 什么啊 来 讲话不是无所本 先看在台湾 要有钱 有土师有财 你看看他的不动产 这个是他在台北 天母的一个房子 天母 台北人都知道 天母是高级地段嘛 美国尺寸附近嘛 对不对 这个地段 中山北路五段 跟中正路口 那里还有捷运哦 对 涨涨涨 我就不多说 好 来 你知道他房子在哪吗 蒋友亲跟蒋友伯 就住在这顶楼啦 那其中呢 这个蒋友伯住的那间公寓啊 是 这个他妈妈讲话自己的 他就把它打通 打通之后 让蒋友伯 现在一家人就住在里头 好 我算过 这总共 就是差不多202平 有这么大的平数 那边的平数 一平大概多少钱 你刚刚觉得大概多少 80万差不多吧 890吧 好 我们就算80 我也不要算到100万以上 80万乘以202平 1亿6 1亿6哦 好 讲完了这个 但是目前天母那边的房价 应该超过110 120 那如果现在算就破2亿了吧 对啊 为什么我要算 这样子的话连地宝都可以买啦 是啊 2亿连地宝都可以买啦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至少1亿6到2亿之间 因为他在纽约的曼哈顿 就是美国 纽约曼哈顿商业区 这一栋叫什么 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厦 这一栋又怎么了 这栋大楼我们先看外观 在曼哈顿就知道他 等一下 曼哈顿 就知道是个黄金屋了吧 美国纽约的房价已经非常的高 美国的金融中心全部在曼哈顿 在这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的房子 更是价钱如天斑 是啊 这不是什么纽泽西还什么 这是纽约曼哈顿 来 这里头有六成是美术馆 美术馆搞艺术的飞富极贵 搞打嘛 扣掉这边还剩在200多间公寓 据说 蒋方志宜在这边就有两间 两户 那这边呢 通常它的单位是这样 它有两房的也有三房的 这个是我从 美国房地产晚站所download下来的 目前的房价 那因为他们是平方因此做单位 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了解 我用美瓶来帮大家换算 这边一瓶 180万台币 一瓶180万 对 那现在外界得到的资料说 蒋方志宜在这边 两户加起来大概有100瓶起跳 那这100瓶剩180万多少 又是1亿8 我也给他凑2亿好不好 2亿2亿4亿 这样地保可以买几户 这样地保最起码就可以买到了 两户 快两户了吧 对啊 好来 这是美国的东岸 那西岸能不买吗 什么什么 连西岸都能 来西岸 加从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丹维尔市 在这边它有一栋豪宅 不过我要先讲 我这张图并不是 就是蒋方志宜的那栋豪宅 这只是个示意图而已 一样 房价我查了 这户折台币 大概3000万 五房三位 当然你会说 怎么跟纽约差很多 因为毕竟这是加州 这个是比较 这个荒郊 就是比较 这个郊外的地方 郊区 3000万 好 还有一个 怎么那么多 对 就是这么多 但看起来实在有点讽刺 蒋校文跟蒋校武 过世之后 既然子女都还要靠 这个亲家来服养 19 为什么到了校勇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现在讲了已经有 美东美西加上台湾 这么多的房子 我还没讲加拿大 他让我讲一下 还有加拿大 1988年 人家蒋方自己那时候去加拿大的时候 他带了三个儿子去那边 合理怀疑他在加拿大是不是也有房子 连加拿大都自材了 那你讲到蒋校文 蒋校武就是他二哥跟他大哥 跟他一比 寒酸多了 对啊 蒋校文当初死的时候 蒋徐乃景 跟他的女儿蒋友梅 还差点流落街头 观众朋友 还有那个时候 不是宋楚瑜还弄了一个叫做什么 照顾蒋家后代的基地 新票案吧 因为啊 因为 对你讲的没错 因为当时他们本来蒋校文的老婆跟小孩 是住在阳明山台店的宿舍 对 那后来他 你老公死就要回收啊 所以才 差点流落街头 那他的二哥蒋校武 当初号称地下情报总司令 对不对 结果呢 死的时候 他的伤葬 跟他的墓 都还是必须要靠他的遗孀 这个蔡惠妹 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个照顾蒋家后代基金 去凑出来的 对 好 那蔡惠妹后来住的房子还是蔡家初千 是啊 好啦 那二哥大哥都这么惨 那么落魄 可是为什么这个老妖蒋校友 他就身材有道呢 来我跟各位讲 这个左边这个照片是谁 他是两讲贴的事位翁元 他就初出爆料了 我要先讲的是翁元说的 他说当初在1960年代 当时蒋校友进军校之后 在南部利用他们蒋家的势力 特权 然后呢跟 在南部跟一个饭店的老板合作 做了一些生意 做这个生意呢 为什么你说要跟饭店老板合作 因为蒋经国规定小孩都不可以做生意嘛 那我只好怪羊头卖狗肉 就是找人头来弄啊 钱都是进那个老板的 蒋经国最痛恨的就是官跟商的勾结 结果呢 据说那个在1960年代 他就这样子赚了四五百万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蒋校友 偷偷地做这件事情 偷偷地做 蒋经国不知道 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我 我 好